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正皇帝在圆明园生活的各个场景 同时也表现了十二个月的不同节令风俗 在十二幅画中 八月十五中秋节所表现出来的节日气氛十分浓厚 画中人物包括王公大臣 皇妃 侍女 皇子 太监等数十位 他们有人停酒聊天 有人玩耍嬉戏 还有人在长廊楼阁间穿梭漫步 画面所表现的就是在中秋节夜幕降临之前 雍正皇帝与妃子大臣们在圆明园准备纪月仪式的场景 一般的时候过节平时皇帝只要冬天住在宫里 春天 秋天 夏天他一般都是到文明园去居住 到了中秋节这一天大多时间他是在外面过 像前往三十六年他就是在去避暑山招的洛杉国的 但是呢 不论是在哪过这个节日里重要呢 一个是要举行一个祭月的活动 在中国古时 祭月赏月是中秋节的重要习俗 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 秋天祭月的礼制 中国南宋时期的画作《摇台布月涂液》 描绘的就是中秋节皇宫中嫔妃登台祭月的场景 画中云月引现 嫔妃们头戴花冠 手持供酒正准备祭月 明嘉靖年间 皇帝还特意命人在北京修建月坛 专供皇家祭月 每当中秋月亮升起 皇帝就会派人在露天设桌案 将月饼 石榴 枣子等瓜果供于桌案上 拜月后 全家人围桌而坐 边吃边谈 共赏明月 清朝时期 皇帝同样会在中秋节这一天举行祭月仪式 祭月场所通常是紫禁城中的乾清宫 承德避暑山庄或圆明园等皇家园林 在宫里头呢 祭月的时候呢 要有月光码 要有宫桌 那个在那月光码呢 就是画了一个很大的兔子 就皇帝在宫里面的时候 在乾清宫的前面 要摆一个大的宫 就叫月光 中间呢 要有月光码 那月光码是纸的 有一个框子 把它镶在里面 到了晚上 大家都在对着这个月光码呢 中秋节 人们除了赏月 祭月以外 还要吃一种食品 那就是月饼 月饼是圆形的 象征团圆 那么 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相传 月饼最初起源于唐朝军队筑节食品 当时的月饼叫做圆饼 据古籍记载 在中秋之夜 唐熙宗与陈夏于月下共赏月色 听说星科晋时 正在长安风景秀美的曲江设宴庆贺 非常高兴 便差人将圆饼 饼铜铃子包好 赐予进士们 这就是早期的月饼 也有人认为 月饼最早应出现在宋代 据南宋吴字幕所著的《孟良录》中记载 当时的月饼是菱花形的 和菊花饼 梅花饼等同时存在 并且是四食皆有 可见 这时的月饼还不只是在中秋节吃 虽然月饼这个名词的来历 现在已无从考证 但是 北宋著名文人苏东坡留有 《小饼如绝月》 中有苏和仪的诗句 有人推断 苏东坡诗中所指的就是一种带馅的酥皮月饼 自中国明代开始 有关中秋赏月吃月饼的技术十分丰富 据记载 8月15日这一天 民间与月饼作为礼品互相赠送 取团圆之意 这一天晚上 家家举行赏月家宴 或者带上装月饼的食盒和酒壶到湖边去通宵游赏 月饼成为更受人们青睐的中秋佳节的必备食品 中秋节这一天 百姓家家吃月饼 身居皇宫中的皇帝一家也不例外 在清代 中秋节前夕 内膳房就已经开始忙着制作宫廷月饼 等到8月15日这一天 月饼会被码成塔状 垫底的月饼直径将近70厘米 上面装饰着广寒宫月桂图案 现在故宫里面还存着那个清代把气体大的月饼笼子 这个月饼笼子呢 在当时立即来是直径的二尺 最小的呢 就两寸 不管是赏人也好 还是皇帝要吃 但是 这个月饼都是从大人小白 当然呢 最大的那个呢 它是不会每个人都吃到的 像高续年间记载的 皇太后就是慈禧嘛 皇太后和皇后吃的是圆光 月饼的中心切几块 边上面的边缆呢 给李玲玲啊 给那些以前太监呢 给王爷们呢 就是不同的部位 想着不同的人 清宫月饼种类很多 馅料有蜜贱果谱 白莲 枣泥 椰蓉 芝麻 椒盐等数十种 在清朝时期 宫中的月饼由玉茶膳房乘坐 月饼的形状有用木模印出龙 玉兔 月宫等优美图案 民间的月饼制作工艺也十分考究 月饼通常以糖 芝麻 桂花和蔬菜作为馅料 月饼顶面上会装饰蝉枝花卉图案 花卉图案以牡丹为主 寓意吉祥富贵 每逢中秋节 北京城里的百姓 除了要举行祭月 赏月 吃月饼等一系列活动之外 还要供奉一位玉兔仙人 那就是兔爷 北京人为什么要供奉兔爷呢 这还要从一个美丽的传说讲起 相传在明朝的一天 月宫中的嫦娥看到北京城里 人们烧香求衣的情景十分难过 就派身边的玉兔到北京城去为百姓消灾治病 玉兔变成了一个少女来到北京城 她走了一家又一家 治好了很多病人 人们为了感谢玉兔都要送她东西 可玉兔什么也不要 只是向人借衣服穿 就这样 玉兔每到一处就换一身装扮 走遍了北京城内外 玉兔很快治好了很多病人 回到了月宫中 可是它的美好形象却永远留在了北京人的心中 于是人们用泥塑造出了兔爷的形象 用以供奉 由于兔爷的外形可爱 他逐渐称为专供儿童计阅用的造像 到了清代 兔爷的功能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玩具 兔爷经过民间艺人的大胆创造 制作也日趋精致 后来有人仿照戏曲人物 把兔爷标造成金盔金甲的武士 有的骑着诗像等猛兽 也有背插纸骑或纸伞或坐或立更讨人喜欢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这件兔爷 曾经属于皇子们 他双目直视 三半嘴紧闭 脸蛋上涂有淡淡的胭脂 俊秀中带有威武之气 样子十分可爱 在中秋节这天里 兔爷可以算是最抢眼的明星 除了玩具和共相之外 家家户户都会挂起与中秋有关的图画 如月宫图 嫦娥 桂花树 而玉兔也是常见的中秋绘画题材 这幅梧桐双兔图就是清朝宫廷画师冷媒在中秋节时即兴创作的绘画作品 画面的一个角画有藤螺缠绕的梧桐树 树下开着白色的野菊花 石缝里斜伸出一株桂花树 草丛中两只肥瘦的白兔相互嬉戏 这两只兔子采用了西方的绘画手法 皮毛画得非常逼真 可以感受到绒毛的细腻感 冷媒创作的这幅梧桐双兔图 是以一种含蓄的手法来表达中秋节的来临 梧桐树在秋天叶子较早变黄凋零 因此有一叶知秋的说法 而桂花菊花也都在秋天开放 这两只白兔则代表了月亮上的广寒宫 画中的点睛之笔就是对兔眼的描绘 画家将眼部的反光都表现得十分细致 使得兔眼看上去非常传神 白兔生动的神态 温顺可爱的造型跃然之上 从图画到泥塑 从共神到玩具 岁月流转 古人塑造出的兔爷 如今成为了北京中秋节的形象大事 他仍然受到男女老少的喜爱 美丽的中秋之夜 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古人流传下来的中秋节文物 更让后人领略到中国中秋文化的丰富内涵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时间 再见